比方说第一个 打算盘之前 算账之前 洗手 洗干净 不能脏了吧唧就摸算盘猪 第二个呢 不能把这算盘扣过来 当那划车是在那玩 谁家孩子这么玩 那家长上去就得一嘴巴 这冲撞祖师爷了 第三个算盘怎么放 平常你就得放到柜台上 猪朝上放着 不准许把算盘挂墙上 咱北方也不小心把算盘挂墙上 在晖州那是不被允许的 最后一个更有意思 咱算完账了 必须得把这算盘的清盘 怎么清盘呢 把上面这俩猪扒到顶上 底下这五个猪搁到顶上 就我们说经常 揉这么一档的猪弄下去 尤其是晚上算完账 必须都得清零 弄好了 把算盘放了 不能让算盘猪的数目留过夜 所以你看 晖州人是非常尊重这算盘的 那么当年算盘的技术 那不仅在中国使用 程大卫活着的时候 就见到过一个日本的算学高手 这个人呢 叫毛利重能 他受日本天皇的委派呢 到中国来学习算术 那时候毛利重能在日本呢 算学就顶尖着了 到中国之后 惊人引荐 见了程大卫 他攒了不少难题 考程大卫 程大卫拿出算盘 劈里啪啦 很快给他解决了 这毛利重能一看说 这个人的速算的本事 抢我四五倍 所以就问你这怎么回事 这个程大卫就给他讲 我这算盘多快多快 如何如何 他说你能教教我吗 他说可以呀 把这算法筒中这书传给他了 他送给他俩算盘 后来这毛利重能回日本的 就把这算法筒中翻译成日语了 这个事后来还有个直接佐证 就是在七十年代 咱们都知道中美开始有往来了 先过来的是基辛格博士 当时咱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文化学者赵普出先生 跟基辛格会面 说你听说你是个中国通 基辛格说还算得上吧 那好我给你出个谜语 你猜的是什么 基辛格说你出吧 赵普出就说了 你听好这谜面 叫古人留下一座桥 这边多来这边少 少的道比多的多 多的道比少的少 当然咱们值得这谜底算盘 你看上边这两粒珠子就是十 下边五粒珠子才是五 基辛格博士没猜出来 不知道 后来基辛格博士回国 又翻书又干嘛又问人 才值得是算盘 但接下来1972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龙首相 访问中国 赵普出也给他出这谜语 说你猜吧 少的道比多的多的道比少的少 田中角龙首相马上就说算盘 完了用手还做个动作 打算盘的动作 赵普出很惊讶 你看他这么快猜出 当时他不知道算盘在日本已经挺普及了 就我说的程大卫当年教毛利重能的时候 这个算法统统这书就已经传到日本了 咱要说这赵普出跟算盘还真有缘 后来又有一件事 1976年11月份的时候 当时的陈云同志到杭州参观 正好赶上参观这地方呢 有会计在那打算盘 这个陈云同志不由济养 他也会 来来我试试 那个时候关于原子弹爆炸的相关数据 不是计算机算出来的 全国当时就那么一两台计算机 都是什么算盘 所以你无法想象 咱们有电视片曾经回顾这个 上百号的运算能手 一人拿算盘 在食堂的桌上 叮啦叮啦叮啦打算盘 就是当时这些数据 都是通过算盘算出来 你能想象得到吗